嗨 大家好 我是歐瑪 市場活化在近年來變成台灣非常夯的議題 因為很多傳統市場逐漸的沒落 所以這些控制出來的空間非常需要注入新的火線 今天要帶各位去看看 我過去到國外曾經拜訪過的兩個市場活化的經典案例 然後看看他們是怎麼用物事包裝 那舅舊換了新品的市場又有哪些有趣的內容 每次出國旅遊呢 我最想要去拜訪的地方就是當地的傳統市場 因為傳統市場呢通常是代表一個地方的文化還有生活習性 所以在那邊呢可以接觸到最原始的人文風景 第一個要帶大家看的就是紐約的雀兒喜市場 它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頓西側 上方就是知名的景點空中鐵道 HIGHLIGHT PARK 雀兒喜市場前身是風靡全球的Oreal巧克力餅乾工廠 總共有19座的建築結構 裡面為辦公與商業混合大樓 一樓是傳統市場 以各類美食而聞名 而樓上則為辦公大樓 像美國職棒大聯盟官方網站 Youtube等知名的企業在這邊都有辦公室 而傳統市場內部的裝潢與設計 保留了原先工廠的樣貌 加強新的創意巧思和布置 形成工業風的美食市集 裡面約有35間食品攤商 約在一整個街區的面積 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內美食市集 接下來要帶大家看的是 里斯本的Timeout Market 它原本是里斯本最大的傳統市場 後來被一間英國出版公司 超時集團Timeout Group收購 將百年老市場打造成時尚美食廣場 在英倫文化與葡萄牙文化的化學作用下 一個非一般的美食市場由此誕生 Timeout Market長方形的空間設計 讓餐廳店鋪整齊的環繞四周排列 中央市用餐區 一些酒吧還有小吃店 也分散在用餐區的不同位置 中間時而穿插一些很有質感的餐具及書店 讓來到這裡的人吃喝完了一次滿足 由於每一間餐廳都是精選而來 日式和泰式餐廳都有 當地最著名的章魚角及普世蛋塔品牌也有進駐 因此不但成為當地人最愛聚會的場所 也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客 跟著我的腳步逛完兩個翻新的市場之後呢 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動想要去體驗一下這種就是新舊人和的氛圍 那其實市場國化呢在國外行之有年 而且它的變化相當的多元 像今天我們就還沒有介紹到在荷蘭路特丹超美的七彩鞏鞏市場 還有呢在瑞典的馬木爾市場 這些都是超級精彩的市場國化案例 下次大家旅行到這些國家的時候呢 不妨也花一點時間去體驗一下吧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